請訂閱 請訂閱 大家好我是來自於台灣優秀貝克里的陳耀遜 我們今天會為大家示範三款利用基礎麵團所做變化的產品 分別有紅莓滷肉麵包 巧克力柑橘滷肉 還有我們的奶油紅豆 主要運用到的食材會有 露帕克的無鹽發酵奶油 還有34%的奶油滷肉 以及25%的奶油滷肉 好那現在我們接下來要為大家示範攪拌的是紅莓滷肉麵團 那首先我們要下的材料有 麵粉 鹽巴 新鮮酵母 那我們下新鮮酵母的時候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讓它跟鹽巴直接有接觸到 然後這邊是鮮奶油 這個是蜂蜜 然後我們加入5度C的冰水 那以上這些材料我們先讓機器運轉 那我們先把它攪拌成團之後 那我們再來加入我們的法國老麵 好那我們麵粉跟水分的部分稍微成團之後 我們就加入我們的法國老麵 那我們把麵團攪拌到稍微有一個光滑麵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露帕克的發酵奶油 那加入奶油之後呢 我們就讓它繼續攪拌到我們要的這個麵筋的一個程度 那由於我們的奶油含量並不是特別多 所以我們其實在加入奶油的時機點 只要麵團稍微有一個光滑麵 我們就可以加入了 好那我們現在麵團大概奶油全部攪拌均勻之後 已經接近到我們要的一個精度的狀態 我們大概可以拉出一個比較厚一點的薄膜 只要麵團光滑 那我們可以稍微拉出一個有一點點厚度的薄膜 這樣大概就是接近我們要的一個程度 好我們攪拌完成的主麵團呢 我們今天會把它分成製作三個口味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呢 會先分別來拌入我們的副食材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拌製作我們的巧克力的麵團 那因為我們今天製作的份量呢 其實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會用手拌的方式 把我們的副食材揉合進去 我們就不使用機器 好我們將我們的食材稍微揉合之後 那我們把它折出一個光滑的表面 那接著第二個 我們要來製作我們的紅莓的麵團 好我們稍微混合之後 一樣把麵團折出一個光滑的表面 好 那剩下來的原味的麵團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製作 奶油紅豆這個品項的一個麵團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稍微折出一個光滑的表面 那三個麵團我們同時去進行一個 30分鐘的基本發酵 好那我們剛剛紅莓的麵團呢 在經過了30分鐘的一個基本發酵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翻面的動作 那首先我們翻的是巧克力的麵團 那翻面的重點呢 我們主要是把大空氣排掉 等於是說讓這個麵團有一個換氣的效果 重新再去產氣 所以我們把大空氣排掉 那我們做一個三折 對折的一個動作 左右 那上下我們也是在做一個三折 那麵團有一個光滑的表面 我們再把它放回去麵團箱當中 那蔓越莓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這樣翻面的動作呢 其實最主要是 重新產氣之後的麵團 它的膨脹力道 麵筋會再更強一點 那另外一個功用是 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的果乾 藉由翻面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更均勻的融合在麵團當中 那最後一個我們翻面的是 奶油紅豆的麵團 那完成我們的翻面動作之後呢 我們會讓它再靜置30分鐘 30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分割的動作 好我們剛剛紅莓乳酪的麵團呢 我們翻面完在靜置30分鐘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一個分割的動作 那我們首先會先分割 奶油紅豆的這個原味的麵團 重量會是50公克 那奶油紅豆分割完呢 我們就把它滾成是圓形 那接下來我們分割的是 紅莓乳酪的一個麵團 那我們會分割120公克 那紅莓乳酪分割120公克 我們會把它折成一個長方形 那最後呢 我們會分割我們的巧克力麵團 那也是分割120公克 那我們會把它滾成是圓形的形狀 那我們所有的麵團分割完畢呢 我們就讓它再靜置30分鐘 我們再來做最後的一個成形 好 我們現在紅莓乳酪的麵團呢 靜置30分鐘之後 我們要來做一個最後的一個成形 那首先呢 我們先成形奶油紅豆的部分 那奶油紅豆的麵團呢 我們就再做一次的滾圓 把大空氣排掉 那我們把底部 確實的一個捏緊 那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成形 那我們一樣把剪形好的奶油紅豆的麵團呢 進入到28度的發酵箱 我們去做一個最後發酵 那我們預計它發酵的時間 大概在40分鐘左右 那第二個我們要成形的是 紅莓乳酪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分割完了整成長條狀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長條狀把它拍扁 那我們在中心點 擠上一條我們的34%的奶油乳酪 那我們再把它對折 折疊起來 那折疊完我們稍微把它兩側 封口捏一下 避免等一下烤焙的時候 因為高溫我們的乳酪外露出來 好 那我們紅莓乳酪成形完呢 我們一樣是進入到28度的發酵箱 去做一個最後發酵 那最後面呢 我們要來成形的是 巧克力柑橘乳酪 那巧克力的麵團呢 我們等一下會包入 這個是25%的cream cheese 拌入了糖漬的柳橙皮 那我們120公克的麵團呢 我們大概包入40公克左右的一個內餡 好 那我們把底部捏緊 做一個圓形 好 那我們包完內餡之後呢 一樣把它進入到我們的 28度的一個發酵箱 我們紅莓乳酪在28度的發酵箱 大概經過了50分鐘的一個發酵 那我們現在也準備入爐烤焙 我們一樣灑上我們的羅麥粉 然後我們在表面做一個割餡的動作 好 那割餡完了我們準備入爐烤焙 好 那我們烤箱的溫度設定上火230度 那底火160度 那我們一樣入爐之後 再噴上蒸氣 那我們預計烤焙的時間是12分鐘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這邊要準備入爐烤焙的 是我們的巧克力柑橘滷肉的麵團 好 那我們先灑上一層薄薄的羅麥粉 那我們在表面會剪一個十字的缺口 好 那我們稍微檢查一下我們的十字缺口 是不是每一刀都有確實的剪開 好 因為我們希望它烤焙完成之後 中間的十字的缺口是會裂開來 可以看到裡面的內餡的 好 那我們烤箱的溫度呢 設定上火220度 那底火160度 那我們預計烤焙的時間是12分鐘 好 那我們奶油紅豆的麵團呢 在經過了40分鐘的最後面發酵 那我們現在要來準備入爐烤焙 那我們的溫度會用上火230度 低火160度 那我們預計烤焙的時間大概是8分鐘 好 那我們出爐之後的奶油紅豆麵團 我們等大家冷卻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接著做裝飾的部分 那我們裝飾的材料會有紅豆餡 那我們每一顆是搓成30公克 把它搓成球狀 那跟奶油片 我們是切成大概5x5公分左右的一個正方形 那我們先把麵團從中間切開來 那我們不要切斷 我們盡可能切深 然後不要讓它斷掉 那我們每一個麵團當中呢 我們放入一片奶油片 然後再放一個紅豆餡 好 那我們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裝飾 好 我們這邊已經陸續完成 我們今天利用基礎麵團 所設定的三個產品 那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首先我們先看到 這個是紅莓乳酪 那我們利用基礎麵團 然後再拌入一些蔓越莓乾 那內餡的部分呢 我們是搭配了34%的奶油乳酪 那奶油乳酪呢 我們今天做成一個長條狀 這個產品的特性呢 就是說我們在品嘗這個麵包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奶油乳酪跟蔓越莓乾的一個風味結合 那中間這一款呢 是我們利用25%奶油乳酪 搭配了巧克力以及 糖漬的柳橙皮 做的一個巧克力柑橘乳酪 34%的乳酪跟25%的奶油乳酪 它其實最大的差別 會來自於口感跟風味 25%的奶油乳酪 它的質地比較偏向於優格 那會帶有一點點優格的酸 那以及優格綿密的一個口感 所以它非常適合做成一個內餡 或者是跟一些副食材做風味的調和 那最右邊的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用基礎麵團 那在烤焙完成之後 我們再用後續的加工的裝飾 搭配了LUPAC的發酵奶油片跟紅豆餡 那這個產品的設定最主要的是 我們希望消費者可以直接的品嘗到 LUPAC發酵奶油的一個風味 那以上是今天這三款 利用基礎麵團 搭配不同的食材所應用的產品 數字幕提供 3×5